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下扬州 认为从成都的锦江出发 成州扬帆可以直下扬州 而扬州自古以来流传着一个传奇般的故事 说蜀岗的得名是因为它通向四川的峨眉山脉 一千多年前的唐代 国人就有扬一一二的口碑 扬州因大运河而成为蓝水北调的交通树柳 成都因督江燕而成为川西政治经济中心 一因水而显阳 一因水而得意 到了扬州 早茶不能不吃 到了成都 茶馆不能不泡 同样是茶体现了两地人不同的生活态度 成都人有着两千多年的喝茶文化 喝茶不自觉成为成都人生活的一部分 两地茶文化的共同点是崇尚慢生活 不同处事 成都人更喜欢在茶馆里谈天 扬州人更注重在茶社里品味 对于慢生活 各有各的诠释 金航大运河是一条沟通南北 便利通行的交通动脉 渡江燕是一个分流排沙 防洪灌溉的水利工程 它们都是中国人民智慧的结晶 数到南盘灯 我立出成都人知难而尽的奇绝品格 江南路一行 养成了扬州人闲适易乐的心性 我君主江之头 我住江之尾 同一一江水的扬州与成都 何时能够将烟花三月天 由花种景观城变为他山之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视频 上封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